想要害你的人,多半会露出这几种痕迹,远离要趁早,有句歇后语,狐狸的尾巴,藏不住。 现实生活中,人与人交往时,免不了争执,有明争,也有暗斗,有帮你的人,也有害你的人,帮忙和伤害,还可以互相转化,俗话说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,我们要提高警惕,远离伤害,通常来说,想要害你的人,多半会露出这几种痕迹,显然是表里不一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吹捧你,让你骄傲自满。 有这样一句名言,当穷神悄然进来,虚伪的友谊就越窗仓促而逃。 你有钱有势,做出成绩的时候,就有人来巴结,和你亲如兄弟,如果你变穷了,所有的情感都会消失不见,或者说,你遇到了困境的时候,就能精准识别,对手是敌是友了。 三国时期,关羽是一位英雄盖世的人物,蜀国成立之后,关羽成为了讨伐魏国的先锋,他抓住了魏国的将军于晋,把曹操的从弟曹人围困在凡城。 此时,吴国的将领陆迅连续多次写信给关羽,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。 他说,小举大客,义和巍巍,于晋等见获,狭耳心叹。 关羽看了信之后,认为陆迅是一个本事不大的人,不需要防备,借书信往来的机会,陆迅打探了关羽带兵的实际情况,然后忽然占领了蜀国的南郡等地。 接着,关羽一边抵挡卫军,一边和陆迅纠缠,一败涂地,自古用兵,虚实结合,那些强硬的能够一目了然,并且可以及时防备。 对,反而是那些看起来很软弱的,令人防不胜防,就像泥潭一样,只要你涉足了,就有危害。 文学家泰戈尔说过,虚伪的真诚,比魔鬼更可怕。 当你被虚伪包围之后,你会一步一步迷失自己,并且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, 接下来会有戏剧性的一幕,站得越高,摔得越狠。 古人说,骄兵必败,谁满自已。 从虚伪的笑容里,认真琢磨,就会发现狡诈的眼神,背后的冷笑,一会一个主意,充满了很多的变数。 而骄傲的人,眼睛看着天上,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脸和眼,导致防备不足,对现实情况判断不准。 做人,要去伪存真,知道自己的分量,如果高估了自己,马上就要回头。 并且请真诚的人,来批评自己,让你与外界的关系受损。 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种人,他们心存极度,就会让你与外界的关系受到损失。 比如,通过制造不好的谣言,来破坏你的形象。 这样做,可以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猜忌,来对你造成伤害。 职场中,我们往往把撒谎和人品联系到一起,如果你被发现撒了谎,那么在他人心中的印象,可能大大受损。 而事实上,撒谎有时是出于害怕,受到不好的评价,才会这样做的。 但是想要陷害你的人,可能会抓住这个弱点,大做文章。 也会让身边的人对你的印象变差,所以无论何时,我们都要小心。 天言蜜语,口蜜复健,这种人说起话来,嘴上像是抹了蜜,让人听了心理舒坦。 但实则包藏祸心,他们往往先以天言蜜语接近你,取得你的信任后,便可能在背后捅你一刀,正所谓鸣枪一朵,暗箭难防。 对于这类人,我们应保持警惕,不可轻信其言,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,古人以智慧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画卷,其中不乏那些擅长以甜言蜜语为武器,背后却暗藏刀弓剑影的人物。 他们的言行,犹如古籍战国策中那些权谋之士,以言语为耳,又是他人踏入陷阱,自己却坐收渔翁之力。 这类人,其言行之间,恰似古人所言的口蜜复健,他们口中犹如涂抹了蜜糖,言辞甜美动听,让人听了如沐春风,形况神怡, 这甜美的背后却隐藏着锋利的剑刃,一旦时机成熟,便会无情地刺向那些曾经信任他们的人,正如古诗所云,巧言令色,先以人。 那些擅长甜言蜜语的人,往往缺乏真正的人德之心,他们以言语为武器,以巧言令色为手段,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, 而一旦他们的目的达到,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那些曾经帮助他们的人,甚至反目成仇。 三国时期的吕布虽然武艺高强,但因其反复无常,善于用甜言蜜语迷惑他人,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, 又如《红楼梦》中的王熙凤,他以聪明才智和甜言蜜语赢得了贾府上下的信任, 但背后却心机深沉,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。 对于这类人,我们应以鸣枪一朵,暗箭难防为箭,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,不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。 要看清他们的真正面目,利诱你,用利益来牵制你,俗话说,贪小便宜吃大亏。 那些让你占便宜的人,会让你开心一时半会,之后会让你痛苦很长一段时间, 你得到的,要加倍偿还。 春秋时期,齐国的大臣管仲建议,大量收购鲁国的棉花,用来做衣服,久而久之, 鲁国的土地都种上了棉花,群众也因此变得富有了。 但是粮食方面,却越来越依靠齐国,忽然,管仲下令,禁止卖粮食给鲁国, 导致鲁国人失去了生活基础,不得不归顺齐国,先给你一点甜头。 但是让你之后尝到苦头,这是计谋,而不是真心的帮助,万一你看不清,就会伤害自己。 人生发展的规律,从来都是吃苦在前,享福在后的,如果违背了规律, 你就要及时止损,改变方向,教育家陶行之说过,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,建筑起人格长城来。 由私德的健全,而扩大功德的效用,来为集体谋利益。 考虑到多方面的利益的人,不会单独对你道,但实际上是在帮助你, 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抱着一己私利,你就要远离。 突然打听你的事情,这世上所有的感情都是顺其自然, 平日里亲于维护,才能在需要的时候一呼百应, 可若是平时没什么沟通,却突然找你商量大事, 不要怀疑,必然有诈,公司里有一位同事,性格木讷,不善言辞, 有一天,却突然接到了小学同学的电话, 说要交流感情,同事自然喜不自禁,以为是自己的好人员来了, 却没想这位所谓的好朋友,在他酒后,忽悠他签署了一份担保协议, 给他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后,消失不见,这世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,更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亲近, 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,往往夹杂着利益纠纷, 小心对待,躲避为上,才是正解,俗话说得好, 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 当你遇到言过其时的夸奖,极尽所能的贬低, 无缘无故的亲近时,多留个心眼,不全信,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,愿你我都能远离害人经, 多有智友爱护,极度心重,心胸狭窄, 有些人见不得你好,一旦你取得了一些成就, 或者收获了一些好运, 他们便会心生嫉妒,甚至怀恨在心, 这类人心胸狭窄,容不得他人比自己强, 与他们交往过密,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,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,古人早已洞察了人性的复杂, 其中极度心重,心胸狭窄的特质尤为显著, 正如奇名要术中所言,人心不同,各如其面,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独特的天地, 但有些人,那片天地却过于狭隘,容不得他人的光芒, 古人有云,木秀于林,风必催之,堆处于暗,流必湍之, 行高于人,重必飞之。 这描绘了极度心的根源。 当某人的才华或成就超越了众人, 自然会引来极度的目光,如同古代的文人默克, 他们才华横溢,但往往也因此而遭人嫉恨, 历史上不乏因此被排挤,被陷害的例子, 而在现代,这样的例子同样屡见不鲜, 当我们在职场上取得一些成就, 或是在生活中获得一些好运时,总有些人会心生嫉妒, 甚至开始散布谣言,制造事端。 这些人,他们无法容忍别人的优秀, 心胸狭窄到连一句祝福都难以说出口。 古代智者早已提醒我们, 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 真正的君子, 虽然有着不同的见解和才华, 但他们能够和睦相处,相互尊重, 而那些心胸狭窄,极度心重的人, 即使表面上与你和和气气, 内心却充满了怨恨和不满, 民间艳雨一云, 宰相度里能撑传。 这告诉我们, 一个心胸宽广的人, 能够容纳他人的不同和优秀, 而不会因此而产生极度之心, 那些心胸狭窄的人, 即使只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, 也会让他们耿耿于怀, 难以释怀,俗语云, 人比人, 气死人, 但真正的智者, 懂得欣赏他人的优秀, 从中汲取养分。 而不是一味的嫉妒和怨恨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, 只有相互学习, 共同进步,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,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